王妃来了 带着她的梦中人 王妃梦中人从王姓文到王妃 一下红紫红道不可收拾 她可算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不过最近她闹脾气了 听说王妃要分手 这可吓坏了写家小沈 咋要分手 谢霆锋连夜跑回家中 为天后烧了一道流着半斤口水的减肥餐 49岁蹦蹦跳跳 步伐轻盈 少女心十足 这可不是不狠装出来的 是她出活了这个样子 真献献杀人也 王妃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 拿她能牢牢的拴住谢霆锋的心足可看 毕竟年龄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是致命的 而王妃 无论是起态或是容颜 都读不出岁月的痕迹 能保养到这种地步 不得不说霆锋有很大的功劳 此处省去五百字 没有几个女人可以活出王妃的样子 记得那次歌手 周杰伦问李剑为什么很喜欢点王妃的歌 当时李剑的灵魂顿时停顿 从那不自然的表情里可看出点端倪 王妃就是这么一个有魔力的人 王妃一掘嘴 停风戏好微却就吓出 所以王妃纤细的身材 藏着停风的减肥秘底 女神能漂亮的会写身材上 也隐藏在那些毕竟已经五十须岁的人了 她活出的那人自然 真的是让人羡慕及堵恨 不论人们怎么评价王妃 咱也无权去评论的人家的婚姻 但是现在的王妃状态 真的似少女 她选择了自己最想要的生活 至于其他 真的没办法来评价 王妃的少女的模样 与她学佛分不开 学佛之人 在饮食上一定不敢那么的肆无忌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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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